大家好,今天是1月4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經歷過年長風雪之後 溫哥華的跨年夜氣候比較溫和 不少人一如既往 前往市中心加拿大廣場提煙花 迎接2023年 在最後幾秒鐘開始倒數 大家紛紛拿出手機 準備拍攝煙花在頭頂站坊 記錄低難忘的這一刻 怎知倒數完 才發現沒有煙花放 只是周圍處處 有零星細小 而且可能是違法的煙花燕房 往往次做 跑路 經歷一個技術性 亦都很失望的誇年 aging 《詠詠》 永明聽力隱形助聽器新品上市限時大優惠 經典型號低至半價 政府認可專業聽力中心提供全方位服務 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擁有多年驗配助聽器經驗 是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的聽力專家 永明聽力就在列治民帝國中心 請自願預約聽力測試 大灣地產局今天就2022年的樓房市道發表報告 說一共有28,903間物業在2022年售出 比2021年跌了34.3% 比過去10年的平均跌了13.4% 通過MLS放盤的住宅樓房在2022年一共有53,865間 比2021年跌了13.5% 比過去10年平均也跌了3.2% 目前大溫住宅樓房的基準價是 111萬4,300元 比起上一年跌了3.3% 地產局說 央行加息壓益通脹是2022年地產界的最大新聞 踏入2023年仍然未見到舒緩的跡象 蓮花清溫膠囊快速緩解感冒流感症狀 家庭床備保平安 蓮花清壳片清根溯源止咳化痰 蓮花清非潤喉糖清凉无糖冰爽潤喉 蓮花清烟喷剂 烟干烟痛一喷就爽 以林药业加拿大代理流度天然健康温馨提示 大统华 丰泰超市 正阳国际 博人堂 大山堂 小红墨有寿 当你觉得听力越来越差 和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一对配得好的助听器 可以帮你重拾与人沟通的乐趣? 来Lansom Center的卓能听力中心 找经验丰富的李智联博士 配合一对适合你自己的助听器 现在的助听器优惠还高达半价 快点打个电话来预约 卓能听力中心 助理听得更好听得更清 911紧急电话接线中心 今天发布2022年最尼普求助电话拍行榜 呼吁大家不要乱打911 占用宝贵的救援资源 名列绑手的离谱电话是 游站的游泵没有出 第二是轮胎漏气 第三是有人心野弹蓝球 第四是狗转无清理狗狗的糞便 第五是有人擅自放垃圾入自己的垃圾桶 B.C.博彩公司发表统计 说在刚刚结束的2022年 B.C.省省的省民一共赢到8.02.200万的彩票奖金 其中低陆平原和飞沙河谷 占了3.8200万 就在12月31日 温哥华有一位幸运仪 就中了649的100万元 B.C.省历来最大笔奖金的记录 是在2021年7月8日创下 一位基隆拿的女士 中了Loto Max 3100万元的财金 温哥华楼花燕楼第一资讯 街壁地产 Sutton Group Vancouver First Realty 现在香港还有Office Team 我们提供最亲切最专业的地产服务 所以无论想投资收租 或置业安居 我们就在尖沙咀的新港中心 快联络我Ager 我的电话是9163-8311 9163-8311 温哥华明天五号星期四的天气预告 日间主要多云 到了下午会落几场雨 吹东南风 风速每小时有20公里 震风风速更加有40公里 近水地区风速有60公里 震风风速更高达80公里 气温最高有11度 晚上有雨兼大风 气温最低只有7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 准时收睇我们530新闻 请订阅明炮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欢这条片的 就记得给个like和share条片 中国宣布放宽疫情管控开关之后 全世界对新冠病毒的关注 被牵出新一波的高潮 不过当很多人将焦点集中在中国的时候 今天就传出 美国的疫情再次爆发 推动美国新一波疫情的 是新的Omicron变种 XBB.1.5 根据美国疾病及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上个月初 这种亚变种病毒 只占美国所有确诊个案的1.3% 但到了上个月底 它就已经升到40% 月底的一个星期 XBB.1.5的感染个案 是由21.7%翻了差不多一倍 去到40.5% 由于这个病毒的扩散速度突然加速 令医学界相当关注 并且警告 这种新的亚变种病毒 可能较之前的变种更能抵抗抗生素 意味着会有更多人受感染 所以变得更加危险 世界卫生组织 今天进行简报时确认 目前在美国蔓延的XBB.1.5的变种病毒 是当局厄金以来 所检测到传播力最高的亚变种病毒 而这种病毒 现在已经在全球29个国家出现 现在令人最担忧的是 它的传播力太快了 科学家目前对XBB.1.5所知不多 不过初期的研究显示 即使是疫苗和新冠肺炎康复者 也明显不能防止感染XBB和变种病毒 还好的是数据并没有显示出 XBB和变体会导致感染者患上重症 至于作为美国轮角的加拿大 安省公共卫生局早在9月底至10月底期间 已发现省里分别出现6宗XBB和5宗XBB.1的病毒 但BA.5目前仍然是加拿大疫情的主流 在12月11日的一个星期里 XBB.1.5只是占抽氧样本的0.6% 安省前身科学货问小组副总监认为 美国爆发疫情恐怕与美国边境接让的瘟沙士 是无可避免的会受到波及 香港知名作曲家顾家辉先生 昨天在加拿大温哥华离世 享年92岁 他的姐姐顾微接受访问时 顾家辉先生走得很安长 他说他走得很安长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 有少少Covid 加上有几天不吃东西 但是他好好福气 子女和孙子都离见他一面 好好福气 顾家辉先生的儿子 顾智和在接受TVB月阳访问时 说爸爸身体状况一直都挺健康 是最近两三个星期有些病发症 而且好像很容易很累 大部分时间他都躺在床上 他一直身体都挺强壮 吃东西很正常 还挺有幽默感 但是毕竟年纪开始大 再加上入院有少少呼吸困难 有点痰 加上92岁的身体 医生说很多东西在这个年纪会变得很快 我们每天都有去探他 昨晚忽然之间恶化 今天早上收到医生打电话来 叫我们来看看 当时他的情况是有少少恶劣 呼吸的时候要用氧气 我们去到之后没多久 捉住他的手 觉得很温暖 但是很快他就慢慢停止了呼吸 发生得很特意 问到顾家飞先生有没有未了的心愿 顾志和话 我相信他最大的愿望是 狮子山下越来越好 因为你知道香港九几年之后发生了很多事 经济各样和黄金时代有少少不一样 但是香港人很有復原力 他人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香港 当然希望香港会越来越好 至于后事如何安排 顾志和话 仪式会在温哥华举行 仍然在籌备当中 暂时没有考虑到在香港举办追思会 自从顾家飞先生在2015年举行 榮优演唱会后 他就定居加拿大 平日相当低调 顾志和话 他完成最后演唱会后 回到加拿大平淡 安乐又多开心的一种生活 他喜欢画画 在网上找东西来看 照早听歌 中西歌他都听 顾家辉先生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说过 在他所作的二千多首歌里 他最喜欢的其中一首是《忘尽心中情》 530在此以这首歌最后的一段歌词 祝顾家辉先生一路好走 昨天种种梦 难忘再有事 就与他永久别离 未去想那非和事 未记起从前明智 明古屋中部、新千岁、福岗 和喇叭以外的其他日本机场 对日本当局宣布放宽对香港航班的限制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欢迎 日本除了解除机场限制 航空公司也可以增加若干由香港 飞往日本机场的航班 而首次迎办往来香港和日本航线的大湾区航空 也可如期开展他来往成田机场的新航班 律政师林定角表示 今年会有很多中国安全的重点案件要进行审讯 部分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 会不断借机会抹黑抵毁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 甚至会恶意攻击法院的判决 所以必须以底线思维做好准备 迎接可能愈演愈烈的攻击 他又说香港回归25年 部分在回归前定立的法律 现在已经过时和不适用 所以律政署由去年年底开始 已经就70几条需要作出适应化的法例 主动和相关政策局共同研究 以先易后来的方式 希望在今年里逐步完成部分适应化的工作 他说他会积极协助和配合其他政策局制定或修改法律 例如有关土地发展和城市规划的法律 为了落实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政策建立法律 而作为律政司 他会在疫情稳定受控下逐步恢复外访活动 在今年主动走出去的 现在正在筹备在春季去到欧洲访问国际法律组织 和去到东南亚推广香港的法律服务 律政署现在也在筹办法治教育督道委员会 和落实法治教育领袖培训计计划 希望在下半年在地区启动推广法治的工作 一个新年是否广播公里 新年是否广播公司 新年是否广播公司 對,我想大家真的沒有看過我哭成這樣 我剛才的手這樣震動了 我多怕我會撞到自己的牙齒 我會打牙齒 但可能因為… 我剛才在台上也有說話 前年可能事情來得很順順 然後你怎樣追蹤到這麼大的一年 所以我在2022年其實真的很迷惘 在工作各方面 無論是工作還是私下 我都覺得很亂 不知怎麽算 怎樣去維持 今日的新聞在這裏結束 多謝收看,再會